一座人 一座情 全球的志願 給你拔感情 不怕拖 不怕拖 咱來合唱是命的拖 咱來合唱是命的拖 我如果覺得 萬一要下去撐起來 就好像在跟上一公一樣 很高興 高興在我的心裡 仔細不斷的關心我們 照顧我們 或者有需要 行程上或者物質上欠缺什麼 只要我們開口 仔細都很樂意的幫助我們 感覺很好啦 走路很高興啦 人家能做得很好 我是做得很高興 你做身體的健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更近台灣星明明 我是美蘭 在今天的節目中 要為大家介紹 是中區的這個碎末影展 那的確呢 我們的人文真善美志工 那麼在社區裡面記錄了好多動人的這些故事 而且呢 也為慈濟留下很多動人的精葬 所以呢 在今天我們就邀請來自草屯的人文真善美 那我們來介紹這一群好朋友們 有黃日仁師兄 陳嘉寧師姐 陳秋彦師姐 還有謝松山師兄 以及曾富春師兄 蔡俊儒師兄 那麼非常謝謝六位是遠道而來啦 那另外呢 在今天節目我們還邀請了兩位 也要為他們的作品更增添顏色 首先呢 這是我們文發處的賴瑞寧師姐 美蘭好 尋求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另外這一位呢 獲得多次金鐘獎的這個入圍 魯虎平導演 但是呢 我們先賣個關子 先來看看她的簡介 那我們在今天的節目呢 就要邀請瑞琳還有魯導 來為我們很多人文真善美的作品 來看看她們有哪些 真的是令我們很感動 那當然也有一些可以為她們而加分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看看 今天她們所呈現的第一支作品呢 是蔡秀香師姐的故事 我像我可以去上播做 那路邊如果有 都加剪 剪起來了 啊 喔 也知道最開心 叫我比較多 那有聽什麼 噴噴一下 噴噴一下 我如果覺得 萬一一個腰下去剪起來 就好像在跟上人一直說一樣 就很高興 高興在我的心裡 早上三點我就要騎上去上播 回到六點我 她就載了 她是比較前進 她比較會 逛逛逛逛逛 問母專載我們這個 發湯塞 我會說嗎 我會說 上人 你有看到嗎 我載滿一車環保要回收回來了 我就這樣很開心這樣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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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歌姓我會比較柔和一點 因為我想要去做環保 所以我就是慢慢的改 我一定要改 才會得到大家的同感 她本來歌姓是很強勢 比較稍微不行 現在就比較軟嫩 而且就會退一步行 改變很多就對了 現在我就不一樣了 我能在慈濟做一份的工作 這就是我最愛 最開心的 像我們相當的派師叔 或是小鳳祖 我就跟他們說 直接就跟他們拖一個 叫做親近是要的 這麼乾淨他們都有 就把我的話題進去了 好 感恩喔 你如果吃肉 就把我們洗一下 這個水在這裡這個紅粉 感恩你喔 阿姨平常來都會宣導我們就是 便當盒啦 或是一些餐具 如果用完之後 我們都要做一些清洗這樣 平常在工作職場上 都已經在這裡做了習慣了 所以到家裡也是都是這樣子做這樣 愛護地球 心靜在源頭 讚 先生先生先生 他對他的社會 有一個帶頭作用的 就是跟我們鄉頭 這幾天給我帶頭 因為不是只有他去做 他還帶很多幾天幾天 去做這個資源 所有的都是分類的工作 把我們社會環境 做很大的改變 好 願我的身體健康 我一直要做環保 做到我不能做 像我的兒子 我媳婦他們 什麼都可以進來 我愛忘記阿姨 藍色變黃金 黃金變愛心 愛心花盡量盡量 盡量繞全球 我們剛剛看到秀香師姐在分享 其實很感動耶 她每一次在剪資源回說 都覺得像大地鞠躬 像上人頂禮這樣子 那看到這麼豐富的畫面 我們要請俊如師兄分享一下 好像您剪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 為什麼呢 是啊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正式的專題影片的製作 那剛開始的時候呢 是素材帶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龐雜 那光是整理這些資料 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將它去無存精 將它分類啊 之後還要 還要顧慮到 影片的起承轉 起承轉合啊 然後還有畫面 視覺的協調性啊 就費了很多的精神 那我們這個團隊喔 就是點子很多的 所以我就要想辦法 盡可能的去把它整整合起來 盡量的呢 盡量的呢 就是讓他們的 讓他們的想法 都能夠如實的呈現 我做了八個版本 事實上 詳細想起來 是不只八個版本啦 這個是給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組隊 就是正式看過的版本 就有八個版本 但是在這過程中 也是學到很多的方法 資料太龐雜了 那當然大家的意見 也都很好 然後呢 創意也很多 溝通協調的 家齡師姐 那你怎麼樣 把大家的意見 可以歸納 然後呈現最後八個版本 讓大家再去一一挑選 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呢 對 因為我們團隊的 就是大家都有他的意見 跟想法都不錯 那我們怎麼去取捨 那讓大家的意見 都可以整合起來 然後呈現出最好的一個影片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想要來請教 我們導演的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就請 這個瑞琳先回饋一下啦 我覺得這個團隊應該賺到了 因為他們在一個作品的當中 就有了八種說故事的方法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是 在一個題材上 我們有點像是在捏塑它 讓它成形 當然成形的過程 就是溝通的過程 要讓看的人跟你感同身受 這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想他們第一關過了 最困難的就是 整個大的社區團隊的認可 對 我們共同認同這個菩薩 它怎麼樣行菩薩道 光是這個詮釋 我想對我們自己佛法的精進 就已經更上層樓了 再接下來我們才怎麼樣做更通俗的 或者說大家更能夠雅俗共享的作品 當然這裡面感受到一個好的人物故事 它一定要有個性 人物要有個性 對 我覺得你們好棒的地方 就是你們有清晨 然後你們有一台很酷的摩托車 然後也看到師姐這個開車的模樣 開貨車的模樣 就顯示出她的個性 你們的畫面已經說了好多事 然後又透過語言的表達 旁人的分析來見證她的性格的那個男子氣概 可是男子氣概就要怎麼樣 就要柔軟 如果不柔軟就不能一生無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會這麼好的地方 就是它從畫面上 從敘事上 它其實環扣這個人物的核心 就是你要用最柔軟的心改變自己 你才可以帶動更多人做慈激 一兩百分鐘的畫面 你要濃縮成這個三四分鐘 的確這個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不過這影片 剛剛我這樣看下來之後 只有四個字形容 乾淨清爽 為什麼用乾淨清爽兩字來形容 因為我不需要花很大的時間 再去分析裡面在講什麼 尤其在劇中人物的 故事的那個主角的氛圍 我覺得你們跟她經營得非常好 因為她也願意展現直接的 這樣子該笑就笑 該說就說 該做就說 而且很不容易的 我也看到你們到一些公家單位 跟得到公家單位 而且她也願意這樣子實際的 然後人家做參與 而且實際的回答 我覺得做紀錄片最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建立這一份關係 因為你關係一建立好 說實在的 你要拍就比較不困難 是 那我們就一起來 觀摩如島的這個作品 給大家作為一個意見的參考 距離比賽只剩兩天了 田徑選手全部都放棄午休 加緊練習 但是鳳禪的感冒 還是沒有好 一般小孩通常有點累 他就會說 我哪裡不舒服想要休息 但他不會 就是還蠻難得的一個小孩這樣 Go 兩圈 自從加入田徑隊運動之後 鳳禪的體力逐漸增強 但不時會有感冒 帶給鳳禪不小的困擾 還行嗎 看你那麼慘 可以 你感冒還沒好 還要練習嗎 可以 這次比賽鳳禪總共報名了五項 包括進走 躲避球賽 八人一百公尺 四人一百公尺接力賽 以及兩百公尺個人賽 不只是鳳禪自己 學校也對他有很高的期待 就是等於說他在女生 已經排在前四強了 就是這是他努力的過程來 鳳禪最在意的是進走 另外一位選手燕玲 正在專心練習 鳳禪則是要分心練習其他項目 而賽跑訓練出的步伐 又難以矯正成進走的標準姿勢 更糟的是 遲遲不好的感冒 拖累不清 鳳禪無法加速到達 預定的定點 差點交不出第一棒 鳳禪 才五十公尺你就沒力 對 然後他今天狀況是不太好 接力的時候就是 平常我們的步點 他給是能夠剛剛好的 因為那個我們練很多次 那今天怎麼樣都接不到第二棒 因為我們快要比賽 所以我們剛剛要下課 接著上下午第一節 所以他可能就是體力 比較負荷不了這樣的 這樣子的練習量這樣子 第一節下課鳳禪撐不住了 頭暈肚子痛 只能到保健室求助 今天放學後還有田徑訓練 但鳳禪擔心的不只這些 就是感冒的時候 就會擔心自己那個病 會不會再復發 前一說可能做化療好了八九年 然後又復發 你怎麼知道說以後 他的未來的每一天 哪一天會復發 你知不知道 醫生說每年要回來抽骨髓 真的好痛好痛 本來半個月要回林口一次 但不用了 現在一年去一次 不知道未來的我 還有在追蹤嗎 祝未來的我 平安快樂 那獨島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想要帶這一支作品 來跟我們的人文真善美分享呢 我想說這個作品裡面 主要就是說剛剛我們看 我前面有提過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 那個建立人的關係的氛圍 所以說在這個採訪裡面 大家可能會有印象 就是說我們通常 容易採訪老人 因為他的生活經驗豐富 他的人生歷練夠 所以說他 他在表達上面來講 當然是很容易來做表達 那接下來是年輕人 年輕人可能就是 他有時就比較放 有時比較收 在這收放之間 很難去抓得到 那這個小孩子 又不一樣了 你要跟一個 我們這個年紀 要去跟一個小孩子 建立這個年紀 你要把它拉 拉到一個水平線 哇 他就會相信你 那當他相信你的過程當中 他會掏心掏肺的 講出所有的一切事情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就基本上 就紀錄片的一個 把自己的角色 你要針對不同樣的人 要做不同樣的那個角色定位 如果我說永遠都把 假設我是個導演 永遠把出一副導演 你要這樣子來 這樣子去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們的確拍不了東西 所以說偶爾我們拍攝者 要適應這樣子的一個人物 然後適時來調整我們的環境 最後剛取出這部片子的原因 就是說 老師也好 媽媽也好 孩子也好 我們要把自己 化身成三種角色 叫做跟他們不同的關係 這樣子他會覺得 你是跟他是同學 你是媽媽的好朋友 你是老師的好同事 這樣子他就能夠很用心的 來跟我們分享這一切 是 可以侃侃而談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一個情形當中 去表達出自己的這個心聲 不過的確這個是需要一些 時間跟經驗的累積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 第二支作品是 賴伯老菩薩一家人的故事 你媽媽在煮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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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無關 苦笑 坐起來沒困難 阿英 你還要吃飯 以前跟年的時候 人家有的都用功快 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來用功快 我們就開始用功快 這樣桌上吃飯 有講話 這樣 感覺大家這樣很老實 很溫馭 賴伯師姐 也是一個很輕輕 而且他們從來不外食 說三種也一定都自己煮 尤其是晚上 但是我看他們回家 整個回家 回家 在那裡用餐 那種和樂的生活 我覺得說 現在要找這種家庭 真的實在很少 我一擠又的 是要是要的 那這家村的菜 就在吹奔 就 把門扣貼整的門 都沒有用保鮮毛去蓋 然後放在棉仔上 一鍋子 或是 我們有時候 一樣 我們博士餬食 就是這樣 我們爸爸在我生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們爸爸都會幫助人 我們家的附近比較困難 我們爸爸都會出來幫忙 我媽媽 我們爸爸都很平常 還有上人也都會說 我們吃的時候要吃肉就好了 清清燒就好了 這都勤儉 影響到我 我覺得從小到現在就一直都很輕 我思坐真的好 減租我們的 所謂的環境比較乾淨 再越做 身體也覺得越好 做得很開心 人家不能做得很好 我是做得很開心 越做身體越健康 他們現在全家都是慈激人 只要我們慈激有活動 他都會以我們慈激優先 例如我們社區的環保日 幾乎全部都會出動 這個賴伯老菩薩一家人 真的是和樂融融 我們就要請育仁師兄來分享一下 這個拍攝的幕後花絮 聽說您自己還做了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 我們在拍攝賴伯老菩薩這個片子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先去觀察他的場地 但是我們發現到他家的時候 他們家真的很省 只點了一個 廚房只點了一個 一百燭光那種燈泡 那對我們拍攝來講是一個困難 因為根本看不到 然後只好趕快想辦法就裝 幫他裝了一個 日光燈改善整個環境的色澤 所以要充當水電這樣 對 還要充當水電工 然後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角度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爬到廚房上面那個 流體台上面去拍 才好辦法拍到我們要的畫面 因為真的而且他空間也很小 我們還要去準備很多不同的東西 來補光才有辦法去做到這樣的畫面 這個是拍攝的過程 對 那在剪接的過程 那我們就要請邱彥師姐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遇到一些困難嗎 其實在剪接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比較難的地方就是 因為那個老菩薩會經常說到 他從以前開始做環保的事 比如說他還跟我們講說 他有第一代的環保 製工的服裝 可是問題是這個部分 我們都沒辦法加進去 因為他從以前那個紀錄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做 所以想很多 可是問題是實際上能夠用到的 真的素材不是很多 這部分就想要請教導演 能夠怎樣再改善這部分 是 口述歷史很豐富 但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是有一些困難的 來 我們先請瑞琳還是先回饋一下 給我們的師兄師姐 對 因為確實親情這個題材 就是我們認為是最所謂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並不容易 讓你的作品突出 所以我們會刻意的理所不當然 比如說可能要喪親 或者是要失去了什麼生命的意義 類似要遇到一些困難 偏偏你們的題材 又沒有任何的困難 所以變成是一個美滿家庭 還要去呈現它的特殊點 那它到底成功的關鍵會在哪裡 這就很值得我們想要去了解 換句話說 我也是覺得這個題材背後 它裡面還隱藏著 更大的一個動機跟一個力量 可能你們可以做續集 把它呈現出來 不過這個作品它好的地方 它真的是圓滿了 我們很多異鄉有子的夢 包含了這樣合家吃晚餐 或是一家常常的虛寒問暖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片 它給我們一種很好的療癒 對 當然在療癒的背後 可能我還需要 進一步去分享 他們怎麼樣以笑以愛 做傳家之寶 然後能夠一生無量 變成一家人做慈祭 所以我很期待 你們下一支作品 是 其實在做傳播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有心山色 這些很特殊的題材 比較好呈現 但是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反而是 你怎麼樣去點出那個點 是最不容易的 那我們就要請盧導 來跟我們回饋分享一下 剛剛看了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青州小菜 就像裡面有一個歌詞 乾丹兩個字 就是很 真的是看得很簡簡單的 不過在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還可以再繼續凸顯一下 就是真的是合家吃飯 他幾乎每餐都是這樣 全家回來一起吃飯 這個區塊 因為可能在這個時間上 你們有所的一個限制 三分鐘很短的情況之下 沒有好好的去發揮一下 現在一般人 要天天回家一起吃一頓飯 那是多麼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賴伯師姐 她又是如何讓她的這種子女們 可以天天做到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這個關聯性 我們就 就我們完全看不到 不過剛剛他們有提到就是 口述歷史 但是她以前做環保 不管是制服或者是手拉車這些 沒有辦法呈現 所以導演您今天也帶來一個 您的作品 來分享給我們的人文真善美 看看口述歷史沒辦法達到 如何做到你們所想要的呢 我們逐人室的時候 我先生就做生意了 那我是在上班 那她做生意就是有跟人家合夥 開塑膠工廠 人是五六年之後就結婚了 她騎的摩托車是屏東縣可能只有 一兩台 很少人有這樣的 那個都是醫生老闆 我先生那個可能是第三台 就很時髦的 1978年 林素菜23歲 嫁給了屏東縣長治鄉的一戶 大家庭 這戶人家共有七個兄弟 林素菜的先生排行老四 在這個大家庭中 大家一起吃飯一起生活 所有的家事也讓共同成竿 以前我在家裡我是老妖 所以洗那麼多衣服 其實我不曾有過 所以洗到手都 手傷 所以剛剛看到的這一段 我是充分運用抽象跟具象 我先解釋什麼叫抽象 什麼叫具象 具象就是真實 抽象就是你可以去幻想 那當然看到了這一小段的部分 真實人物跟抽象人物之間 怎麼去交接 因為他在講一些歷史故事 那我們很難再去找到說 我一直要找一個人來演 可是找人來演 人家講這是模擬劇 意境劇 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就是我交錯使用的時候 要充分運用簡介的技巧 跟分鏡的技巧 就可以把這一場戲 就讓人知道說 原來這個年輕人 原來就是他自己 他早在洗什麼 他在做什麼 他等於說 因為我們不能讓本人 再去模擬他年輕的時候 一定是找一個人出來 可是這時候 你又要再圓回來 那你要知道說 這一段是設計的演出 這一段主角跟虛擬人物 會重現代表 這一段是真實的 這個主角是同意 讓這個虛擬人物 來演出他年輕的故事 所以說後段洗衣服的時候 兩人重現 可是你注意看 我們的包裝一樣 色還是分開來的 那個歷史歸歷史 現實歸現實 這就是我們大量在運用的 那剛剛你們前一段 又提到的是說 包含以前的那些 衣服 第一代的環保的一些制服 衣服 其實有很多 還有車子 這些的 其實很多東西 你只要有局部的 手在撕某個力量 衣服某一個角度 某一個特寫 其實它就叫抽象 抽象可以一個畫面 八種語言 都可以來比你的 所以說我們講的 抽象的東西 其實是比具象更好做 而且抽象的東西 未來影片的運用上 是非常的好用 不管你在介紹 是哪一個人物故事的時候 這些畫面都可以長期的來使用 可以模擬 然後可以用照片 甚至就是用這個彩色跟黑白 這樣子互相來融合 這樣明清楚了嗎 了解 那真的是我們邀請導演來到現場 就是有這樣的功用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人文真閃美 第三支的作品呢 是李達帝新住民的故事 人生無產 先生突然腦溢血中風 讓他措手不及的跌入人生谷底 到時候整個怎麼辦 我都要知道怎麼辦 從剛中午那一次住院開始 實際不斷的關心我們 照顧我們 或者有需要 行程上或者物質上 欠缺什麼 只要我們開口 實際都很樂意的幫助我們 真的是謝謝自己 那我們第一次來做拜訪 看見大弟肚子即將臨盆 又是從印尼來的新住民 然後又想到先生呢 中風在醫院 那種內心非常的彷徨 求助無門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我們就在想 我們要怎麼幫助這個家庭 讓這個大弟能夠安心的生產 那也讓岸夫能夠專心的 把身體調養好 家人的情感在時間一點一滴累積 成為家人最有力量的依靠 三四四住那一邊 因為那個家裡好像 家裡有 如果下雨會漏水 這邊已經五十年的房子 已經沒有辦法繼續住了 因為那個烏瓦在漏水 那個浴室都在外面 會輪移也不方便 所以大哥的意思就是 讓我們把我們的客廳 讓出來給他住 因為爸爸媽媽都過 所以他們兩個兄弟非常的福祉 哥哥也是盡一點力量 照顧弟弟這樣子 後來我們搬來那邊的時候 大嫂跟他們 跟世界他們說 我們那邊什麼都沒有 主要都沒有 那個洗衣機 還是櫃子都沒有 那我們團隊就不斷地在評估 我們要如何幫助這個家庭 那接下來呢 就是兄弟之間的互助 互相的幫忙 讓他們有了一個 無障礙空間的房子可以居住 我們房間什麼都沒有 貴室都沒有 後來世界請他們 這個送給我們 這個床也是 是 這裡裡面是世界給他們處理的 是誰幫我們買的錢 這邊是大哥他們幫我們做的 他們的家庭 是阿嬤看到他們 叉叉叭叭叭 肯定的阿哥 和家伯照顧 這個感情實在有了很久 那因為經過幾次的接觸之後 我們也邀約了姑姑姑丈來做環保 開環保車 姑丈也做得滿心的關係 是非善而想 因為彭師姐經常去接觸 所以認識彭師姐 受彭師姐的鼓勵 有空就去開這個回收車來環保站 那姑姑呢也非常熱心 開始邀約她的親人 她的職兒 這些來加入我們的會員 能夠當一個手心翻轉 手心向下助人的人 這是我們看見這個案家呢 非常光明面 非常正向的一面 那我們最大的感動 也看到他們兄弟親友之間的互助 這是讓我們覺得最安心的地方 這是你們這個月的收據 有你的還有大哥的姑姑的 姑姑的兄弟 還有你們二姐 感恩你們的付出 手心向下助人是最快樂的 好 謝謝 小菩薩感恩 我們看到達力的這個故事 也是非常的感動 那這個是松山師兄您也參與 而且聽說我們現場的人文真善梅 都也是你這樣帶來是不是 所以手勢很好喔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樣去帶出這一群師兄師姐 大家可以有共同的志願來做紀錄呢 文真善梅這個區塊是有比較專業性 那我們平常就會陪他們到我們台中的金字塔去上課 那這些的影片都是要比較專業的課程 所以說我們就陪伴他們去跟到的台中去金字塔那邊去學一些 像我們導演所教的課 然後在稅末助理影片的時候要做一個剪輯的時候 就請他們大家來幫忙 把他們所學的能夠發揮出來 那在這個人物我們也能夠學到說 人物當中也可以讓我們本身去人文上面要學的 學到這人物背後很多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所以陪伴友愛是最好的撇步 那要把人勾出來 然後繼續讓他們可以走下去就對了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一支作品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慈濟人不離不棄的陪伴 但這一次在其中有一些 我覺得還蠻特殊的呈現手法 所以我們就要請這個傅春師兄來跟我們分享 說明一下為什麼又有那個旁白 又不太像旁白 甚至旁邊又有那個字幕 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做法呢 因為我們以往的社區睡魔祝福的人物 都是以我們慈濟師兄師傑為主 那麼這一次是剛好是第一次以我們的 仿視個案為主 那有時候我們因為我們不是仿視員 所以我們對這個個案比較不了解 那麼我們經過出訪之後 我們要做這個題材 我們出訪完之後發現說 他是因為發病完之後 然後師兄師姐的陪伴到他一路陪伴下來 然後我們剛好在台中有上過萬島的課 那我們就剛好把他拿過來這邊所學所用 那我們就是想說透過日出的說史 從烏雲密布 就是這史剛好是他最沉到谷底的時候 心情沉到谷底的時候 到仿視員的陪伴 到我們看到日出看到陽光 是 那所以我們就要請瑞玲來回饋一下 這支影片有哪些可取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 可能我們觀眾看起來有一點點 反而被混淆了呢 對 因為其實慈濟就是以慈善為根本 我們做慈善的工作 會全人 全城 全家 幾乎就是無所不包 所以我們在故事裡面也看到 不論是他的醫療 他的住家 他的經濟 甚至於是孩子的教育 他自己的健康 我們都設想到了 但是就是因為方方面面這麼多 到底從哪一個角度開始切入 這是最困難的 對 那個案的其實點 其實要讓大家切實感受到他的困境 這往往是我們最需要表達的 所以困境的表達 如果我們失去了一些先機 例如說他家整修前的狀況 或是說我們道願當時的關懷 我們沒有人當時的那個紀錄的話 就會變成我們需要做後續的補救 後續的補救裡你需要的是事件 因為在整個故事裡 我們非常依賴旁白跟這些訪談裡的內容 用畫來推進你的故事 我們沒有任何的畫面來推進故事 所以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可能是他生活在一個三 這個我們看起來是很簡單的平房 可是平房裡面到處有漏水 然後從這個小地方開始 一個屋子的漏水 開始講起這個故事 會讓我們更能夠感同身受 對 然後也會讓我們揚氣掉 一直很用力聽 對 讓我們以看為主 因為坦白說 到底是視覺記憶強還是聽覺記憶強 其實有時候眼見為平 所以那看到的力量非常的龐大 所以我也會建議 我們這故歌還要繼續紀錄 因為你們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就是你們有一個很小的嬰兒 然後有一個怎麼樣 行動不是這麼方便的男主角 還有一個怎麼樣 語言表達不是很好的李達蒂 你們幾乎有了所有很棒的角色 你們的最好作品一定會是在下一步 開始更關切他們的生活進展 然後一樣找出一個事件 來呈現他們的生命的改變 那我覺得你們的作品會呈現出 慈濟人的全城全家裡的特色 非常謝謝瑞玲的這個回饋 那當然接下來就要請盧導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師兄師姐們真的用了很多的心思在裡頭 但是的確有時候專業經驗上的不足 那的確這個就是要請您 來給他們加分的部分 我從這影片看到你們的一個企圖 是叫一氣呵成 因為你們用了一個叫做 應該叫做主角在做串場 這個主角串場不是他本人 不是李達蒂 好像是用我們慈濟的師姐來做 好像一個外景主持人 把我們的視覺聽覺引導的 讓我們了解他的生活故事 以及他的親戚之間 如何看待這個李達蒂 然後另外你們在礦石的那個上面 的一個運用上面 我剛剛聽了一下那位師兄所講的 他從那個烏雲然後一直到光明面 那我反而感覺 這是一個解讀 因為影像的東西本來是各自解讀 那我是解讀比較像日復一日 連復一年 因為好像就覺得他生活困苦了很多年了 你們要企圖營造這個模式來給我 所以說我們講的就是說 這是不同的一個意境感 這是我的感覺 那另外就是接下來的黑幕 你們上了字卡 那是真實的這些他家裡的情景 他李達蒂他做什麼事情 或者說這個師姐在準備要去哪裡 我寧願放真正的這些畫面 也不要有那個黑字 那個黑比白字 因為這樣子就覺得 就覺得好像你已經有字了 又再唸一次 然後覺得是有點浪費了那個秒數 倒不如就真正 就把死景的畫面也放進來 那總而言之這部影片 那我會覺得說 一個這個我們叫做外配 外籍配偶在台灣看到他們的一個生活 生活困苦無一這種感覺 而且他還是願意這樣留下來 照顧了這樣自己這個先生 然後覺得這是 這一點也是可以 再給他稍微放大一下 我想這是目前我們台灣 也慢慢會遇到很多的 可是他願意留下 在這樣困苦的環境 沒有那麼好的一個環境 他願意留下 這個因子把它誘發出來 我覺得這個會鼓勵更多的這些外配 他們會去更了解 原來是這個樣子 我就是需要這樣子 來堅守到我們這個 這個中國人 我們講的 這個夫妻之間的一些 傳統美德的一種延續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是 那所以今天呢 盧導也帶來了他的作品 就是來呈現 我們到底如何來下旁白 或者是串場的方式 我們一起來看 屯堡的男人 則在農賢時刻 化身為神明 演繹著明代留下的戲碼 稱之為跳神 他們所戴的面具 凝聚了屯堡文化的精髓 這些面具 屯堡人稱為臉子 每一張臉子都有鮮明的個性 每一個故事 說的都是忠誠武將 絕舞風花雪月 就這樣 屯堡人堅持了六百多年 到了這個時代 傳統戲劇逐漸的沒落 屯堡人還能繼續堅持下去嗎 天下山峰何其多 唯有此處風成林 據說這是明代的地理學家 徐霞克說的名言 他行片萬里 看過太多的山水美景 但是風林這種景觀 是其中之奇 它是克斯特地形中 最秀麗的奇景 一山而建 就地取材的古建築 貴州南部的天龍屯堡也有 但不是一座或是多座建築 而是整座山被改建為一個石頭城 天台山的五龍寺為白雲和尚所建 位於孤峰之頂 用山崖石壁做基 與整座山峰融為一體 最後一道山門之頂有塊石匾 做工極巧 八仙途中 何仙姑手持的花精 以及寒香子吹的笛子 都凿成中空 據說當初完工時 風起時刻 寒香子的笛子 還能烏烏作響 天台山的五龍寺 如世道三教合一 宗教的力量 能夠融合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民族 白雲法師建造五龍寺之前 其實這裡原來就是一間廟宇 但是裡面沒有和尚 目的也不是融合 五龍寺最早的創建動機 並不是蓋一座寺廟 而是要蓋一座石堡 以高至下 以靜至動 守護山下的屯堡聚落 剛剛看到的這一段 如果說轉換成里達地的那個區塊 就是說那個慈濟師姐 如果把它化身成類似這樣子的主持人 這樣子 由她的身影來看這些東西的話 那又是不同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剛剛帶的這個影片 主要就是讓人知道 什麼叫做串場 那串場主持人的身影是很重要的 因為剛剛你們所設計的這個串場的這個 這個的屍檢 它就比較 就偏向於這樣紀錄片式的那種訪問的模式 其實可以讓它 它既然有那種表達 可以讓它好好的去發揮 好好的去表達 那另外在這個 這個這個 旁白 旁白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適時的 你要把旁邊勾勒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只是說 它那個平房 它的周邊什麼 其實它居住的那個環境 你們已經用了那麼豐厚天成的 這個一個大景 礦石大景 我覺得它這個環境 周邊還可以再敘述一下下 才會知道說 它這個生活到底是哪個地方的不方便 那左林右舍是怎麼來協助他們 我覺得有時環境來造就這個人物 或是從人物來從帶到這個環境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要相配合的 然後一直在這個房子裡面的話 就我們講的 有時就會跳不出來 通常簡介就會跳到那個環境裡面 講到這個我跳一個 講到那個跳一個 講到水龍頭 我跳一個水龍頭 其實偶爾跳一下 周邊巷弄的感覺 再跳回去 這個都可以的 就是讓你的那個視覺上 絕對是加分的 所以遠中近各種不同的鏡頭 我們都是可以為自己的作品加分 那今天聽了他們兩位的這個建議 那有關於採訪的技巧 我們現場有哪位師姐想要回應一下的呢 我們採訪的時候 通常就是說怎麼如何去設計問題 受訪者他可以很自然的 就是講到回應到 我們需要的他那個主軸的部分 就是如何去設計問答這個問題 我們在採訪的安排上 當然要有一種互相信任的感受 剛才導演也教給我們一些方法 而且不是一種角色的 有時候是朋友 有時候要撒嬌一下 要像晚輩跟他情意 可是有時候你要非常 讓他知道這是一個很正式的事情 對 不是為了完成我們的工作 完成我們這次的紀錄 而是要完成你的生命的經驗 然後來透過你的分享 讓別人可以透過這故事有了啟發 所以這是一個很 我自己認為非常神聖的過程 當然這裡面不能少得輕鬆 所以一開始我們都會 從最簡單的開始聊 他可以不禁思考就回答的 很簡單的 他生活的樣態 然後再慢慢的開始追問 然後追問之後 你甚至要挑戰他 難道你不會 難道你沒有後悔過 然後最後再安撫他 最後還是要鼓勵他 安撫他 所以其實有時候訪問的過程 我們會先設定 我們想要聽到的 但是往往最好的 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的 那在今天節目的最後 我們兩位有沒有什麼 要給我們人文真善美師兄師姐的 肯定跟鼓勵呢 好 我補充一下一下 通常人跟人之間的交談 在經驗裡面 第一次談的都是最好的 所以說當時第一次出去談的 這個情況之下就是說 人錄音 錄影 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當無法錄音 錄影的時候 就是不要讓他講太多 講太多 他回到第二次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要去 記憶到第一次的時候 他本來就表現不自然 所以說我們通常就是 我們知道你會講得很好 可是我們就是 你要預言 讓他預言又止 保留在訪問的時候講 因為聽完錄影師姐跟 盧導的一個解釋 讓我們更了解說 我們在以後的過程當中 拍攝要怎麼去做最好的一個引導 讓我們的受訪者 能講出他心裡面的話 然後在影像的過程當中 如何去取好最好的景 如何用不同的方式 去前世他之前的畫面 因為這是我們所欠缺 所需要的東西 因為以前都沒有學到這個東西 那我相信說這一次回去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帶到社區 讓大家共同來學習 然後接引更多的社區菩薩 跟著我們倫文真三明 一起來做 要走到最前 走到最後 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 我們來自南投草屯的 六位細聰師姐 可以把這樣的經驗 帶回社區去分享 那當然也可以跟 全球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分享 非常感恩你們 那當然今天也非常感恩 瑞琳還有盧導 跟我們這樣無倡保 讓我們的師兄 師姐 可以為此季留下更多美善的故事 感恩